上涛的水墨画 无言之妙 无比之巧 非笔墨成寺所能表现的意境风景 上涛先生的画作 在行笔变墨中 以简洁 天地反差的空间 作为中国文人画作的美学观时 忘却他是在画某一种花 某一类题材 而是有一股浓郁的默契 具于笔端的崇敬意境 城市简直又简 却又是多项情思反转 对一个如此表现的水墨画家 是个令人敬佩的美学之于传统文化的开拓者与成绩者 他的水墨画表现 以笔墨简朴 境界深远为止 既是东方美学基调 又得时代 社会风格 是当前难得之常才 老子说 大巧若拙 大便若纳 上涛在画面上的诠释水墨画风格 无颜之妙 无笔之巧 其是笔墨层次所表现的意境风景 他以神域而不以墓式 观之指而神域形的道理作画 是了然于心 顺孤天理的艺术创作 在时代剧留中 尚涛流传空灵与笔墨的表现 坚持照进在简易和朴术的风格 他流传传统 外师造化 中德心源的美学观 又开创 重视笔不笔 墨不墨 画不画 自由我在的实践力量 是个既往开来的艺术家 时方新闻记者 来芸荣台北采访报道